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 按照历年的这个惯例 举办了盛大的国庆酒会 由新任处长夏季昌康丽代表 还有南加州侨胞 主流人士以及政商界的领袖们 一起庆祝中华民国103岁生日 现场是喜气洋洋 身穿制服的一队与棋队队员 整齐化一的步入会场 恭迎中华民国国旗场内飘扬 随后处长夏季昌与台上嘉宾一字排开 欢唱美国国歌与中华民国国歌 象征两国友好关系持续发展 而台下侨胞更是热情参与 把可容纳三千多人的会场 挤得水泄不通 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第一次主持酒会的处长表示 能在海外欢庆双十佳节 是侨胞和国际社会 对中华民国民主思想的肯定 中华民国台湾建立的 这样子的民主的制度 经济繁荣的体制 实际上可以成为许多开发中国家 甚至是华人社会的典范 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台湾成功的经验 能够扩展到其他的地方 而活动最高潮 由夏季昌抗力率领各界贵宾 共同切下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大蛋糕 祝福中华民国一百零三岁生日快乐 全场欢笑和掌声雷动 而在场嘉宾 不分新桥老桥和月简聊 更不分蓝绿 要一起为中华民国的民主自由来喝彩 我们有努力的空间 但是我想我们的国家是值得信赖的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在进步当中 所以我们预祝国家国泰民安 而另外一个让侨胞最感动的 就是不论是里里外外 都是一片骑海的感觉 而经文处这次也特别设计了 一路骑海 就是希望所有的侨胞 在一进到饭店 就可以有回家一起庆祝生日的感觉 以上东西新闻用之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